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又回到我們西方魔幻畫風全新的RPG卡房遊戲 《境界守望者》的攻略影片了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無課的生存守則 沒錯每日我們必須要做的事項 還有需要囤哪一些的資源 來把活動的獎勵全部給他領好領滿 話說現在《境界守望者》也正是上線了 喜歡的觀眾現在就可以去下載了 我也會把下載的連結放在下方的完整資訊欄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GOGO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要來登陸遊戲 而且一登陸遊戲我們馬上就有獎勵可以來領了 登陸到第三天直接送你四星的馬爾利英雄 還有登陸第七天直接送你一個領主英雄愛因 而且他還是守望者的領主英雄 在前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除了開局的七日千刀之外 我們通關到三之一之後呢 會解鎖這個每日千刀 那這個千刀到14天 也在送你另外一隻領主英雄 同時呢這個千刀是可以千刀到這個180天夾 可以千刀半年 而且累積登陸30天60天90天 再送你傳說的召喚水晶喔 那開局的時候呢 我們最主要就是依照著這個主線走 除了我們去完成了所有主線 可以去獲得到一個五星的英雄之外 那在解任務的過程中呢 也是可以去獲得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獎勵 其中呢像是這個經驗加成100% 還有我們的召喚水晶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喔 然後這邊還有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風暴之島 我們的一開始送的這個英雄福塔斯呢 建議可以直接把他給練上去 他的強度呢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三星之光 然後我們去完成對應的這個任務呢 最後可以去獲得到我們福塔斯的skin 去增加他的一個最終的屬性喔 非常的佛心喔 所以呢直接先把這個福塔斯練好練滿 接著每日還有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每天都一定要先去留意我們的活動日曆 來看一下接下來會出什麼樣的活動 那我們就可以提前來準備對應的資源喔 比如說像平常呢 我們的召喚券就不要隨便去使用 通常都是要先囤著 然後等什麼狂歡盛宴啊 英靈召喚啊 或者是等雙倍傳奇等召喚的活動 開啟之後呢再來抽抽 這樣性價比呢是最高 這邊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再來還有像英雄培養的活動 我們要在活動期間內去升級升星 進階英雄還有升級技能去獲得到獎盃 獲得到這個大獎喔 那我們主力的十隻英雄是不用特別去囤他的這個經驗 不用去卡等啦 就是多出來的資源呢 我們就可以先囤著像經驗水 等到活動開啟之後呢 我們再來進行做這個身心肥料的一個動作 這樣呢我們就可以搭配活動啊 去獲得到比較多的這個獎勵喔 再來勇者征途這個活動 在裝備副本和神器材料副本內 搜尋到裝備和神器材料就可以去獲得到積分喔 所以說平常呢我們這個體力藥水 最好呢也是需要囤著 甚至在細節一點我們任務當中的挑戰任務 裡面的這個體力獎勵呢 我們也是可以先不要領 然後等到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呢 再把他們一次領出來就好了 這樣呢我們就有更多的體力能夠去跟這個活動 那除了跟活動之外呢 我們在刷經驗副本的時候啊 也一定要在這個有經驗加成100%的情況下去刷 這樣我們才可以讓我們的體力啊 發揮出他最大的功效 平常呢我們矮人商會當中 一定要花鑽石去把它給全部解鎖了 那平常呢我們可以去買這個自動的戰鬥次數 還有我們的這些低階的英雄 因為這些低階英雄呢 我們就可以去快速升星把它升上去喔 然後到時候當作肥料呢 再去餵給我們主力英雄 讓我們主力英雄的這個星級呢 能夠往上的來做一個提升 那我們升級這些肥料呢 就需要到很大量很大量的這個經驗喔 所以平常體力沒事做的話呢 就拿去刷這個經驗副本 接著建議說可以來買特權卡禮包 它可以增加你20%的戰鬥經驗 還有20%的金幣獎勵 這兩個資源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它也可以去讓你每天獲得到這個自動戰鬥的次數 而且自動戰鬥的速度呢也會提升到3.5倍的速度 就可以讓你省下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同時呢可以獲得到額外的很多的資源喔 那第一個月它是有打折的 好像只要100塊台幣吧就可以把它給購買起來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月都可以先買起來 因為非常的划算啦 甚至呢你可以去搭配這個開服的儲值活動 也可以去拿到更多的這些額外的獎勵喔 然後買完特權卡之後呢 你還有預算的玩家就可以來買這個月卡 那這邊有召喚月卡跟體力月卡 那這兩個都是可以買的 不過我個人啊是更傾向可以優先的來買這個體力月卡 在初期呢是會有更大的一個幫助啦 那買完體力月卡之後呢再來買這個召喚月卡喔 那這召喚月卡呢是你買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去獲得到10次的召喚 然後每天呢都還可以去領取一個 所以CP值相當的高 最後這邊我們講一下每天呢 我們還有這個每日每週每月的任務呢 也都要去注意一下看有沒有遺漏的 再來這邊比較大家容易忘記的金融通行證 也有每日跟每週的任務喔 然後你登陸上線呢滿60分鐘 也可以在這邊領到每日上線的獎勵 這邊還有抵禦魔潮跟我們的競技場 還有工會裡面的工會首領跟工會任務 也都記得每天要把他們給結好結滿 那其實呢如果你是無課玩家啊 有把該做的活動做好 該存的資源囤著 把這些重要的資源抽抽啊 然後體力啊 花在對的地方 那獲得到的資源量啊 也不會輸給這個課金的玩家 每天解完任務拿到大量的資源 看著角色慢慢的成長 然後看著關卡呢能夠這樣一關一關的推過去 玩起來啊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那目前呢 《境界守望者》已經上線了 大家呢趕快在雙商店下載 使用我的專屬禮包碼 享受獨家的遊戲獎勵 一起穿越境界 守護無境疆域 阿貝呢之後也會陸陸續續的 新增更多的工業影片來分享給大家 不妨幫阿貝點讚訂閱並且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掰 阿貝